在这个包围枪的环绕下 这合卓部的俘虏是跪了一地 参赞大臣偶尔戈登跪在他最前边 在他前边放了一个锦盒 他从这个锦盒里取出了一样东西 高高举过了头顶 那他举起来的是什么呢 他举起来的 那就是这叛军的头子 小合卓祸鸡站的脑袋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听我给您讲故事 咱们今天继续聊 这乾隆皇帝后宫当中 维吾尔族美女香妃的故事 其实咱们大伙都知道 这香妃就是 这乾隆后宫当中的戎妃 上文书咱们商量好了 咱们怎么讲这戎妃呢 咱们就按照 这个戎妃 他就是小合卓的妻子 这条线延伸他的故事 也就是说 他是这乾隆皇帝的战利品 那有很多朋友就质疑了 在乾隆朝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这样做 他合适吗 说实话 合适 草原民族 他们信奉的是 这个自然的丛林法则 这游牧民族 他讲究的就是 在战争结束以后 一旦我胜利了 对这个失败者 那就是要抢了你的房子 占了你的地 吃了你的牛羊 睡了你的妻 你比如说吧 这铁木珍的妈妈 就是这个承津思汗 他的妈呀 就是被他爹抢来的 这草原上一场熬战结束之后 这黄太极收了人家林丹海 所有的妃嫔 这就是收继婚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在战争胜利以后 这乾隆皇帝 按照草原民族的生活法则 以及生活习惯 纳了这小合卓的媳妇为妃 首先是中原政权 与西北少数民族的通婚 其次是为了显示力量 证明给西域人看 再造反 这就是下场 荣妃娘娘法帝马 是乾隆24年 那年是1759年的 九月份到达了北京 这乾隆皇帝 不能直接就给他个名分 为什么 因为他来自西域 很多中原和宫廷的礼仪 完全不知道 于是这乾隆皇帝 就把他派到 这个皇后纳拉氏 手底下去学规矩 据说这段学习过程 还出洒皮了 这两个人的关系 不但没闹到和睦 反而生分了 闹了离戏 最后还出了事 至于出了什么事 不是咱今天该讲的内容 咱们过两天再讲 总之 就在乾隆25年的 二月初三那天 这皇后纳拉氏 位下的一名学规女子 被乾隆皇帝 禁封为何贵人 这位何贵人 那就是何卓法帝马 后来的荣妃娘娘 这些呢 也和青史稿上的内容啊 对上了 青史稿中 记载着荣妃啊 初入宫时 好贵人 您想想 这初入宫之时 荣妃肯定是受着皇帝喜欢的 27岁 进德宫来 没做过答应 没做过偿载 他直接可就是贵人 离这个宫廷的主位啊 只差了一击 再往上走一步啊 可就是贫了 乾隆25年正月的时候 这法帝马这会儿啊 还不是何贵人 这会儿还是啊 这个纳拉氏皇后手下的一名 学规女子 他们住在哪啊 他们这会儿啊 可没住在紫禁城 他们住在这万元之元的 圆明园里 也就是啊 在这个月的27号 在紫禁城里啊 他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用一句前几年流行的话说呀 这乾隆皇帝和这个乾夫哥见面了 那么这位乾夫哥是谁呀 还能是谁呀 就是这个荣妃娘家的乾夫 小何卓 霍吉詹 有人说你这说书你就好好说啊 吹什么吹呀 这不可能的事 哎 您瞧 我有证据 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啊 这乾隆皇帝就命着宫廷画家朗世宁啊 绘制了一系列的得胜图 这个得胜图啊 有一个总名叫什么呢 叫平定准步回步得胜图 这一部得胜图啊 一共16幅 其中有一张啊 就是五门信福图 这幅五门信福图所描写的时间呀 正是乾隆25年的正月27日 要是换算成功利呀 那就是1760年的2月27日 这乾隆皇帝在一肝大臣的聪拥下呀 蹲坐在五门之上 在这五门广场上啊 围着一圈大内侍卫 在门前边啊 大内高手啊 是分裂两旁 再往外看呢 就是建瑞营的骑兵分裂两旁 这几名骑兵啊 那也是在这个平定大小合卓战役当中的功臣 再往后就是皇儿的遗仗 这宫廷乐师奏着朝天子的得胜曲 在这个报卫枪的环绕下呀 这合卓部的俘虏是跪了一地 参赞大臣偶尔戈登 跪在最前边 在他前边放了一个锦盒 他从这个锦盒里呀 取出了一样东西 高高举过了头顶 那他举起来的是什么呢 他举起来的 那就是这叛军的头子 小合卓祸鸡战的脑袋 咱们上文书交代了 这大小合卓呀 这战败以后 看大势已去 于是就抛下了家小 跑到了 位于现在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克山王国 经过这清政府的交涉呀 这巴达克山国王啊 认为惹不起这清朝大军 于是啊 就把这大小合卓哥俩呀 杀了 把这尸首啊 就呈献给了清朝大军 这乾隆皇帝有旨意呀 一定得把这脑袋呀 给我带回来 在这五门献服的时候啊 一定要献到朝廷 这才有了这场五门献服大典 这倒是啊给您留下了一个想象的空间 也不知道啊 现在在城外的圆门园当中 在纳拉市皇后卫下学规矩的这位 维吾尔族女子啊 现在的心情是如何的 那么乾隆皇帝对这名维吾尔族的女子 她到底是好是不好呢 要我说呀 没有什么大离格 就和其他的嫔妃呀 也差不多 有人说不对啊 这乾隆皇帝为了尊重荣妃的民族习惯 特意的呀 在紫禁城当中 为她修建了宝月楼 让这荣妃娘娘啊 单独居住 并且呢 允许这荣妃啊 穿着自己本民族的服饰 那咱们就一二一二的掰式 先说说呀 这荣妃娘娘的晋升速度 这何尝在 也就是后来的荣妃 一进宫啊 就受到宫里上下的喜欢啊 应该是真格的 哎呀 咱们这么称呼啊 总归有点费劲 咱们还是啊 拿那个官车称呼她 就是香妃了 因为这香妃 她刚一进宫 就带来了祥瑞 这宫里啊 从南风移植了一棵荔枝树 好多年啊 是只长叶 没长过果 就在这香妃入宫这一年 这荔枝树上啊 竟然长了二百多粒果子 乾隆的妈妈 重庆老太后啊 都认为 这就是香妃 带来的祥瑞之兆 您瞧 连太后都喜欢 这香妃的晋升速度 她能慢得了吗 就在乾隆二十六年的十二月 重庆皇太后遗址 何卓氏 从贵人进封为荣贫 乾隆三十年 位分已然是荣贫的香妃娘娘 随着上下 一同难寻了 扬州 苏州 江宁 杭州 到了乾隆三十三年的时候 这重庆皇太后又降下一旨 进封荣贫为荣飞 乾隆皇帝啊 为了尊重这个维吾尔族的生活习惯啊 还给荣飞找了一位本民族的厨师 这厨师还留下了名字 叫奴医马特 在北京牛街啊 还留下过这么一个传说 说这个厨子名字 其实啊 他不叫奴医马特 他叫什么呀 他叫艾麦提 说这艾麦提啊 是回步香妃的前夫 这好好的婚姻呢 被乾隆皇帝搅和了 这艾麦提呢 就十分思念自己的妻子 于是啊 就偷偷的尽得经来 虽然呢 见不着香妃的面啊 就偷偷的给这香妃啊 做家乡的美食 就用这个糯米啊 做成了一种小团子 这香妃一吃 这团子呀 就哭了 他说这个啊 是我爷们做的呀 这个 他前夫啊 叫艾麦提 他于是啊 就给这种团子呀 起了个名字 叫艾窝窝 这故事 他一听啊 就是编的 也不知道 这当年的新疆啊 他有没有糯米 有没有姜米 能做出艾窝窝来 闲片闲片 咱们呀 接着聊正题 关于这饮食方面的特别照 我倒觉得 没什么 因为你既然娶了 这个回布的女子 你必然得尊重人家的民族习惯 这有人经常这么说呀 说这个乾隆皇帝 只有这个荣妃娘娘一位 回布女子的妃嫔 这一句话呀 他有两种解释 你要说一下 来自回布的妃嫔呢 那真就只有这么一位 可是皇上的女人 来自回布的 可不知相妃一人 就在乾隆28年的 十月初三日 这乾隆皇帝 就把这荣嫔位下的两位官女子 一位封为了福常寨 另外一位又封为了宁常寨 后来这福常寨 还升为了贵人 这三位皇上的女人 都来自回布 并且没有什么特殊照顾 荣妃她虽然在主位上 但是她和福贵人 宁常在呀 都是由这个外膳房 南房提供的牛羊肉膳食 没有什么例外 有人说呀 这荣妃娘娘住在宝月楼当中 就是现在的新华门 外边那是六部口 再往前的就是回宾营 外的就是啊 让这荣妃娘娘吃点什么 本民族的食品呢 她方便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宫里的妃子 随便到外边去采买食物 这事啊 听起来就不靠谱啊 您不能跟这个晚清的 这个锦妃娘娘比 那会儿啊 大清国已经亡了 在这宫里啊 敦康皇贵妃 一把抓最厉害 她当然能命人出去 买天赋号的肘子吃了 既然咱们提到宝月楼了吗 咱们说完了吃 咱们再说说住 这宝月楼啊 从里到外 也没有任何回布的风格 有人说啊 这穆斯林的他项月 所以说啊 这个楼才被起作为宝月楼 住的就是这位回布的香妃娘娘 嗯哼哼 行 这种说法啊 倒颇具浪漫主义色彩 可是他肯定啊 他不是这么解释 根据这乾隆遇志诗集 二集卷八十四所记载啊 这高宗皇帝 在乾隆二十四年啊 就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 诗中指出啊 这兴建宝月楼 到底是为了什么 诗中有两句啊 是这么说的 南岸仙长应构建 七临直北望盈州 这乾隆啊 怕别人不明白 下边啊 还有一行小柱 盈台 皆乾明所建 为南岸向无良殿 故围楼所以配之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这个乾隆的意思是说呀 太野池的南岸啊 实在是太空旷了 没有任何呀 屏蔽之处 所以呀 才经建了宝月楼 有月照盈州之意 根本啊 就不是为了这位何贵人 就是湘飞啊 所建的 首先说呀 这宝月楼啊 没有什么特别的 也不是这紫禁城 最显著的位置 并且呢 已经出了内宫了 属于紫禁城外路 城墙边上的一座楼 把这湘飞安排在这儿啊 无非是因为他呀 这吃穿用度 和这个别人的生活习惯 都不一样 如果住在内宫当中呢 显得比较突兀 而且呀 说实在的 荣飞娘娘也没怎么 在宝月楼住过 他常年的住在圆明园 不过呢 在圆明园当中啊 这乾隆皇帝为荣飞娘娘 修建了清真寺 那可是真格的 方外观是圆明园当中啊 一组的西式建筑 主建筑啊 是一个二层的小楼 开尖三尖 上边是重沿顶 蓝色的琉璃瓦屋顶 整栋楼啊 建筑材料都是大理石的 据说这台尖大门呢 都是青铜构建 康熙二十四年 刚建成的时候 模样不是这样 是后来啊 这香妃进宫以后 乾隆皇帝把它改成这样的 里边啊 就是清真寺的格式 让这香妃娘娘啊 礼拜用的 并且啊 也不是这一处建筑 是一系列的建筑 在对面啊 还有一座汉白玉的 八角船间的小亭子 叫五竹亭 每次香妃啊 在方外观里做礼拜 这乾隆皇帝就耐心的 在这个五竹亭里等候 并且还命人啊 在方河一东 建了宪法墙 绘制出这个西域的风光画 好这缓解这香妃的思想之情 要说呀 这一系列 乾隆皇帝的操作呀 说是对这个荣妃娘娘有多好 还不如说呀 皇上是充分尊重了 荣妃娘娘的民族习惯 那多数情况下呀 是给外人看的 作为这一朝人亡地主嘛 民族团结肯定是在他心里边的第一位 重中之重的事 今天呀 咱们简单的聊了聊这香妃娘娘的宫廷生活 这名啊 咱们是不是得揭露一下 这香妃 她到底是不是荣妃呀 她要真是荣妃 她身上这股奇异的香气 是哪来的呢 哎呀 那我是您呢 明儿啊 得早来 为什么呢 因为明儿这场书啊 它有点限制级 我写稿子的时候啊 都有点脸红心跳 得嘞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喜欢我的频道啊 请您关注 点赞 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咱们呀 明儿见